為什麼特別一定要不要張學妹 因為他的殺戮的艱難對我來說 在這本書出來之前 是在台灣可以找得到對於死刑的反省 而且跟討論最重要的一本書 那現在就直接把時間交給你 我想要先謝謝剛才前面的三位分享者 我今天收穫很多 尤其是場子被錢建榮搞成這樣 現在熱補之後我們必須要再量一下對不對 我想回到這本書 我也想要念一小段 我想討論卡密歐為什麼反對死刑 在第六十八頁他這樣說 他說急刑判決就死刑判決 他覺得死刑判決破壞的是 人類唯一一個無以爭議的共同連帶 那就是對抗死亡的共同連帶 這段話聽起來有點抽象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這裡 從他這句話其實我想到蠻多 那我想接下來我大概主要就談這一個概念 他到底反對死刑他的關鍵理由是什麼 他覺得說人跟人之間有一種共同連帶 這個共同連帶被死刑所破壞 那共同連帶是什麼呢 其實剛才前面兩位老師 在分享卡密歐的中心思想的時候 都提到說死亡這個東西 是他的個人經驗裡頭很重要的部分 他幾乎要死掉 而且在他的時代來說 人大量的死亡 所以死亡是一個在他的時代 和他個人生活裡面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那對卡密歐來說 人的共同連帶 人的共同性 其實就是我們都在面對死亡 我們都可能會死 然後是那個人的脆弱性 那從他這個思維 其實這個思維跟死刑的思維是格格不入的 因為當卡密歐這樣講的時候 他沒有在區分好人壞人 沒有在區分死刑犯跟審判者 我們全部都是人 我們全部都會死 我們都有那個肉身的脆弱性 那死刑的邏輯剛剛好是完全相反的 像剛才前法官所講的 審判就是在想辦法區分人 比如說我覺得死刑很像是能力分番 然後分成好學生和壞學生 然後所有的資源要給好學生來用 把壞學生淘汰掉 那其實死刑和司法審判的懲罰 思考的都是同樣這樣的事情 想盡辦法 在我們之中畫下一條界線 然後希望這個壞人不要再浪費我們的資源了 其實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我覺得對卡密歐來講 他的反對死刑 恐怕就是正是因為這個根源的不同 就是他在思考的問題是 如何維繫那個人的共同連帶 那他這個用他的語言講共同連帶 我覺得同樣的意思 我們大概也會 比如說有的人可能會說 這叫做共同的人性 有的人可能會說 這個叫做基本人權 每一個人都一定有的東西 不管你是哪一種人好人壞人 那講到基本人權 我想要用一個社會學家的觀念來思考 怎麼樣呼應 怎麼樣從社會學的角度來呼應 卡密歐的這個講法 我們在講人權的時候 常常說人權是普世價值 或者我們常會說人性是共同的 可是如果你稍微修過社會學的話 你應該會對於以上這句陳述 忽然緊鄰大作 因為社會學呢 昆庸是我台大社會系的學長 社會學最反對什麼叫做universal 絕對沒有universal這種事情 社會學最認為說 我們現在認為的對與錯 其實是文化界定出來的 是在不同的社會裡面 會有不同定義的東西 那這位社會學家 他叫做Brian Turner 他其實想要從社會學的角度說 那我作為一個社會學家 我能不能夠談人權呢 如果我不用普世價值的這個理由 那用社會學的理由 我怎麼樣來談人權 那他所提出來的這個解答 其實跟卡密歐提出來的解答 是非常類似的 這位社會學家他研究脆弱社會學 並不是社會學很脆弱 而是把脆弱當作一個社會學研究的對象 脆弱這個概念 怎麼樣用社會學的概念去理解 什麼叫脆弱 他覺得我們所有人都面對同樣的處境 就是這個人的肉身的脆弱 我們都有可能會面對死亡 那我在讀他的東西的時候 覺得還可以加上一件事情 我們還有另外一種脆弱性 是當我們人處在一個社會裡頭 我是少數的時候 我面對多數 有那個脆弱性 就特別是在台灣這幾年 民粹的聲浪非常高漲的時候 我最近常去做的一個演講 叫做基本人權 人渣的權利 那大家最想要問我的就是說 那你人渣是什麼定義的 誰是人渣 其實如果你在台灣問誰是人渣 如果今年二月的時候問誰是人渣 答案就是Makio 四月的時候人渣是葉少爺 再來人渣的下一棒 呃 再來是誰 再來是坡分的高中生 對不對 再來呢 呃 林毅士 再來呢 前一陣子是李宗睿 好 現在已經十月了 我們很久沒有新任的人渣了 但是不用等太久 一定還會再製造出新任的人渣來 陳照明 陳照明是我們理想中的人渣人 所以一直到還排不進去 對 好 那呃 就是我們少數在面對這個社會多數強勢的時候 其實這個少數也會 也會 呃 同樣落入一個非常脆弱的狀態 那我覺得卡妙在 呃 卡妙在這個人的脆弱性這一點上面 看見了人與人之間連結的可能 這個我們在全球化時代其實也看到 比方說 呃 比方說南亞的海嘯 或者是中國的地震 它可能會引起全球的人道的救援 那這種全球的人道救援 你說為什麼要捐錢給他呢 其實也沒有什麼太了不起的理由 純粹就是因為我們就看見了我們在面對自然災難的時候 那種那種共同的感受 而那個共同的感受就是從自身的脆弱感出發的 那 呃 我想到 我想到有一個河索拍過一部電影 在那個電影裡頭有個片段 我覺得很適合用來說明什麼叫做人的脆弱性 他那個電影的主角是一個呃 呃 在關在牢裡進進出出很久的 他一輩子差不多都在牢裡進進出出小醉 啊 那他出來以後呢 呃 他也謀生不義 那但是有大流氓欺負他 可是很不幸就是他關在牢裡的時間很長 所以那個牢 監獄已經完全把他巡服了 他不會反抗 所以他就被人家欺負得很慘 然後他就覺得說那我去死好了 他就不知道怎麼辦 那他也沒有朋友 最後他跑回去找監獄他認識的一個醫生 當初幫他看病的 他就回去跟那個醫生哭訴說我好想死喔 醫生這樣說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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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把他帶去那個醫院的早產房 早產兒每一個都在保溫箱裡面 裡面放著 老實說 理智上知道他是個早產兒 但是看不出來 因為就是不成人形 就每一個好可怕啊 然後每個裡頭都在哭啊 那醫生打開其中一個 然後那個不成人形的小家伙就在那裡張牙舞爪 一邊哭一邊就是一直動來動去 醫生表演給他看 他就兩個手指頭 醫生用兩個手指頭去靠近這個小孩 那小孩的手本來在空中亂抓啊 然後就抓住了 一手抓住一個手指頭 醫生就用他兩個手指頭把這個小孩整個提起來 就是拎在半空中這樣 然後那小孩的出於本能 他就兩手握緊了 這兩個指頭 然後整個這樣懸空 腳還在空中提 那醫生就跟他說 你看啊 這麼小的小孩他一邊哭 可是這就是人求生的本能 他就是會這樣抓緊 那這小孩有求生的本能 你也有求生的本能 所以你就用這個本能就好了 然後就不要自己吵 我在看那一段呢 到現在這段記憶 還是我看過最恐怖最恐怖的電影 我覺得這比流血啊吸血鬼啊 或者療牙都好像更恐怖 那我覺得他那麼恐怖 其實就是因為他給我 他讓我這麼具體的看到什麼 叫做人的脆弱 在那個生命最最最最開始的時候 我簡直覺得那個小孩 他比較像是一個塑膠袋裡面裝一點水 你好像戳破那個塑膠袋 他就會整個流出來 他就不見了 是在生命那麼脆弱的狀態 那我覺得在我看卡妙的這篇文章的時候 我反覆一直想到的 其實就是這個這個人的脆弱 然後他從這一點推出來說 其實人跟人之間有一種連帶 是不應該破壞的 那他認為死刑 創造了一個完美的審判者 和一個超級壞的罪犯 他認為這個創造是 切斷了這個本來的這個連帶 那我剛才在聽前幾位分享的時候 我也連帶想到一些東西 我覺得卡妙的論 我覺得他在這個文章裡面 論證的方法 其實是他帶我們近距離的去看死刑 不只是抽象的思考 我出去談死刑的時候 常常很多人問說 可是好啊 判錯的當然不應該殺 那可是沒判錯那些呢 那假如有的最大惡極呢 很多都是從假如出發的 那我覺得會有這些假如 其實正是因為我們從來不近距離的去看死刑 不近距離的去碰觸他 我的書叫做殺戮的艱難 那時候還有 我期間那文章貼在網路上 還有網友跑來說 你為什麼偏名就叫做殺戮 表示你就有立場了 我說這個人活著殆盡刑場 死了以後抬出來 請你查一查字典 這個不叫殺戮 不然是叫做什麼 把一個活的弄成死的 這不叫殺 不然是叫做什麼 可是正是 像剛才前法官所提到的 我們不願意面對殺這個事實 所以想盡辦法來想一個別的說法 叫做執行死刑 說得挺好聽的 那我作為一個 關心司法的小老百姓 我沒有機會真的親眼目睹死刑 可是目前為止 我看過三個執行券 執行券是什麼呢 就是為了要避免說殺這個子 所以發明出來的死刑的執行券 大家知道法院的卷宗一開始 偵查的話 相關的文件收在一起叫偵查券 一審的收在一起叫一審券 等到你從相驗券 偵查一審二審更一更二 全部看完了以後 如果是死刑案件的話 最後會有一個執行券 那個執行券就是在交代說 我們如何把這個人殺死 我看的第一個執行券 是王文孝的執行券 如果你稍微了解蘇建和案的話 前陣子好不容易定驗的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裡面呢 蘇建和劉秉郎莊林群他們三個人 他們實際上沒有參與這個案件 可是因為那是非常殘忍的雙屍命案 然後在現場有一枚帶寫的指紋 從這個帶寫的指紋 追查出王文孝這個人 那王文孝確實承認了 後來呢 經過警方神秘的偵訊之後 王文孝就開始供出來說 我另外還有三個供犯 那蘇建和他們三個其實就是這樣子被牽連進來的 可是王文孝這個人 他的犯罪確實是最正確的 因為那個寫指紋在現場 還有他說他偷了這個被害夫婦的金氏 那這個金氏問他說那你金氏哪裡去了 他說金氏拿去盪掉了 確實去那個拿平盪票去盪鋪 確實就找到這個金氏 所以王文孝確實是最正確的 那他因為是海軍陸戰隊 所以他很快就執行了 那各位大家可以了解說 如果你從了解蘇建和這三個人的角度 你會覺得說這個案子 整個最初最初的問題 就出在王文孝一個人身上嗎 他把人殺了 然後他又信口 又誣賴了三個無辜的人 所以王文孝其實是這個故事裡面 最壞最壞的那個反派 那當我在看到他的執行卷的時候 我剛開始看我其實心裡沒有任何的預設 但用一個小老百姓的觀點來說 執行卷是最好看的一種卷 因為前面你看那種醫生卷 就是傳人出庭 然後問這個這樣說那個那樣說 只好傳第三個人來問 第三個人說出第三種說法 所以你看法院的卷宗 加上一大堆的這些法律專有名詞 其實很快的倒彈就糊掉了 執行卷很好看 因為執行卷非常單純 他就是討論說我們現在如何 同心協力計劃好來把王文孝打死 所以有任務的分配 比方說有檢察官 然後有書記官 然後有他死球要吃最後一餐對不對 所以有這個負責煮飯給他吃的 然後當然有正射手和副射手 以防正射手吃手的話 還要有一個備用的 所以有兩個 那既然有這麼多人 那就還要有一個開車的 把這些所有人一起載到刑場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先前的任務分配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照片 照片就很像電影的定格 他就一張一張照片 你看到說把王文孝帶下來了 帶出球車 然後坐在那裡 看到他喝酒 然後看到他低頭在寫遺言 然後看到他重新又看到就是把他眼睛用黑布條紅上 那你就知道快了 那最後的那一張照片就是他倒在地上 然後血流出來 然後我還記得他穿藍白托 然後有一隻還在他腳上 有一隻就掉在旁邊 我在看到這個王文孝的執行卷 我看完執行卷以後 我最大的感觸就是說 我還是覺得唏噓 然後我最納悶的就是說 這個應該是我原來最討厭的那個壞人 他被打死 我怎麼沒有一點替天行道的那個痛快的感覺 可是真的就是沒有 真的就是具體在看那個一張一張照片的過程裡頭 感覺到那個死亡的狀況 那我最近又看了另外一個執行卷 就是江國慶的 我最近在寫江國慶這個案子 我其實是寫完了 我過去所寫的文章呢 常常是我自己不覺得 但是別人說看得很沉重 但是江國慶這一篇 我自己在寫的時候都覺得沉重到不行 到最後幾份文件 同樣在這個執行卷裡頭 後來就是打死了以後 通知江國慶的父親來收屍 那收屍那個也要做筆錄 然後在那個筆錄上面 他爸爸就說政府沒有公理 然後呢死刑執行之後的這個屍體 家屬雖然可以領回 但是按照規定是要陀葬的 那如果你要火葬的話也可以 但是火葬要申請 就是檢查完同意以後才可以火葬 他就是制式的東西他填進去而已 但在空白的地方他又寫政府無公理 那填了申請書以後政府準了 準備以後他要領屍體啊 要領一個屍體的收據 同樣就是制式的表格 填進去以後他在空白的地方又寫政府無公理 然後每一份資料上面你都看到他的字很草 你大概可以想像他在什麼樣的心情底下寫這個東西 第三個我看過的死刑執行卷 就是鄭信澤的卷 各位進來的時候應該有拿到鄭信澤的這個文宣啊 鄭信澤還活著 他是2006年死刑定焰的一個案子 所以在2010年的時候呢 當死刑這個議題 大家討論很多的時候 有很多人包括宅審 說這44個定焰的一定都是最正確的 都應該立刻執行 那據說呢 那時候有很多人 在民意調查的時候 都投票說就應該立刻執行 鄭信澤就是這44個案子裡面其中的一個 那我們現在經過一年多的努力之後 大概有一個十個人的律師團 在經過了一年多的努力之後 我們發現他其實問題很多 那時候我在看鄭信澤的這個卷 同樣就是一省二省更一更二 通通看完了以後 我發現有一個執行卷 因為他2006年定驗了以後 法務部已經開始計劃 如何把他打死 那我們 依照刑事訴訟法 有一些規定就是說 如果有某些狀況的話 不能執行死刑 包括說 這人如果心神喪失的話 如果懷孕的話 如果他有再審 或者費要上訴 或者失限的話 這些都是停止執行的理由 所以那執行卷裡面就是公文來往 一份一份的公文去問說 問看守所說 這個人封了沒啊 回來說沒封 然後再一個公文去司法院問說 這個人有沒有申請失限啊 回一個公文說沒有 每一個公文的來回 你都知道他就比死亡更進一步了 因為那個停止執行的理由不存在嘛 那就是可以殺啊 最後呢 再給一個法務部的參試 讓他把這個卷子再看一看 然後參試寫回來的一頁意見 意思就是說 他都已經自白了 所以就可以殺了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還在談正性責這個案子 為什麼他從2006年定業到今天他還活著 其實唯一的理由是因為 我們從2006年開始 有四年的時間沒有執行死刑 那我們談到死刑問題 大家最容易想的就是說 有犯錯的那些一定會被 一審犯錯二審一定會找出來啊 假如二審還犯錯 跟一審不是會找出來嗎 我們總是相信說 層層的監督應該就會把這些錯誤找出來 或者最後法務部會非常審慎的執行 可是對我來講 當我看到正性責的這個卷的時候 這個夢想就徹底的破滅了 我們現在看到正性責是一個罪證不足 然後我們深入了解以後發現他很多 該調查的事情都沒有調查 然後確定判決裡面完全是用有罪推定 是一個這樣判下來的死刑 可是這樣的一個死刑判決 在法務部的眼睛裡頭就是可以殺的 那這三個死刑的執行券 大概是對我來講 就是說是我在能夠最近距離的感受到 看到死刑真正是什麼 那我想今天我相信有一些人 其實是因為對卡妙的這個文化 文化和社會的關懷這個部分有興趣的 所以說不定你對死刑還有不同的想法 也許你才剛剛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那我其實真的非常鼓勵大家 就是把今天的這些討論當作是一個起點 而我覺得死刑這個東西 我們雖然可以在理念上去做辯論 可是也不要忘了我們實際上 法務部很久沒殺人了 我相信他現在手很癢 我想下一波的執行也不會太久了 實際上我們確確實實就是用台灣現在的司法水準 在審判定人死定人死罪然後再執行 所以當大家在進行這些理念的思考的時候 也不要忘了我們實際上 確確實實在這個國家正在剝奪人民的生命 我非常鼓勵我覺得卡妙用的一個方法 是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說我們要談死刑問題 應該真正切實的了解 到底死刑怎麼樣執行 哪種人被執行 用什麼方式執行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在卡妙的這篇文章裡面 還有今天前面幾位的分享裡頭 我所想到的得到的一些恭喜 謝謝 謝謝